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姐 很多人都喜欢吃花鸽 不仅味道鲜美呢 而且价格还便宜 但是我们买回来的花鸽呢 吐沙是一件麻烦事情 今天教大家一招 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让花鸽快速吐沙 一起来看看吧 通常很多人做法是将花鸽放盐 然后浸泡一碗 以为干净了 可是在煮熟 吃花鸽还是有少许的沙 今天分享一个快速吐沙的方法 首先把花鸽放入温水中 然后在温水中撒上食用盐 再将湿盐搅拌均匀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当花鸽出在温水中浸泡 它就会感觉到危险 会吸收更多的水分 湿盐呢能刺激它大口的呼吸 加入油可以让花鸽喘不上气 然后再准备一个盘子盖在盆子上 用力摇晃两分钟左右 摇晃后呢 花鸽跟人一样晕后就会吐 这样泥沙都会吐出来 摇晃后呢 把花鸽捞出 看一下盆底呢 全部是沙子 非常脏 所以用简单的方法呢 就可以让花鸽快速的吐沙 怎么样 吐完沙的花鸽是非常的干净哦 这样再做美味的菜肴就更好吃了 爱吃花鸽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让花鸽快速吐沙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也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